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又来到这个滚出好莱坞,滚进哈利乎 那个今天是不是感觉有点拥挤 所以人多了,所以你今儿介绍就特别郑重是吧 对对对,我们就一个一个介绍一下 然后再介绍我们今天要聊的东西 我们从这边开始吧,女士开始 大家好,我叫天慧 天慧啊,姓天哪 姓黄 哇,好名字 是导演 对,我是导演,然后有一部短片阿卜杜拉 这周六会在这边放映 跟大家一起放映 好的,来,您 大家好,我叫郑雅玉,然后我是这个短片阿卜杜拉的制片人 OK,producer 挺好,不用介绍了吗 还是介绍一下 我是那个哈利 咱们俩不用介绍了,往下走 对,来 Hello,大家好,我是Mike 然后我是哈利的隔壁的一家穿菜馆的老板 算是 不是一家,我们是非常著名的 华人军非常著名的这个穿菜馆 我是金掌 叫什么名字 叫秦宣 我怕说错了,我知道 知道名字,我怕说错了 我们这里是可以打广告的 虽然这个不是广告 非常,非常这个著名,而且非常这个味道非常好 我们这个鸡经常光临的米章 我估计你们很多人都吃过 对,来,下一位 Hello,大家好,我是黄宜 我带的片子是叫52Hz 52赫兹 OK,也是导演 对,也是导演 OK 欢迎大家 我们今天人家堆了 终于这个 这个人强马壮 这个 每个人也都是一时之选 对 那个咱们这次主题呢 就是先想这个重点推介一下我们这回的这个这个活动 是吧 我们是在这个周六 也就是3月26号 没错吧 对 3月26号的晚上几点钟 从5点钟开始吧 5点钟到晚上差不多8点半 OK 那我们大概有6个片子 我们有6个片子 那我们的地点就是在Mike的那个品渝宣 到时候我会在评论这边 具体地步打算是吧 放在这下面 欢迎大家来看 那今天我们 为什么会有这个活动呢 那挺有意思的 就是 怎么讲 我也是挺开心认识Mike 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 我们就在聊电影 对 当时第一次的时候 当时 因为 看到他人 我就觉得挺文艺的 你知道吗 然后我觉得是 所以 他刚进来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导演 我说 可以 是个 我说以为是个导演进来 结果是老板进了 对 是更高一层 导演背后的人进来 人生和事业的导演 对 然后我们当时就聊了 就是因为 我当时也是在给那个 Andy 那个那个洛宾 给洛宾找那个location 我就说 你这里挺合适的 那个 拍餐厅的一场戏嘛 后来我就介绍了 那个洛宾和Andy 认识那个Mike 是 然后接着就有后续了 所以这次的活动的发起 是从哪开始 那这个要 那介绍一下 其实就是我们 我们自己就想要说 把我们餐厅 因为有个后院 然后呢 就想说 餐厅 其实 它 它的价值 不在于 光光只是 有食物 其实餐厅 它是有责任 说 给这个周边的 这个neighbor和塑造一些 比方说 活动 就是它远远不止于 提供食物这么一个 创造一种氛围 对 没错 是吧 我们也想要把我们餐厅 打造成一个社区 就让大家因为爱美食 中国文化 还有像是创意 这些人能够 所以这个叫饮食文化 对 文化饮食 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所以正好又又又又又又遇到这么一个 另外一位发起人是 其实我们是我们俩早就有这种样法 但他这个活动 说的话 就是他跟Andy 是吧 Andy 对 我们跟Andy聊 Andy 就另外一位导演 就是说我们 凡是做这个行 就是在电影这个行业 或者 都有共同的一个想法 对 不谋而合 对 不谋而合 是 那这回我们 那个 那个 主题放用六个影片 然后这些影片 都从哪来呢 嗯 那就是从这几位 然后他们呢 有个共同的特点 目前啊 就是当然我们 都是女生 看来 看来这个行业 我们男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女生导演制片 那真的是 超过一大片 真的是 因为可能是 我觉得观察的角度吧 可能是 切入的角度会比 跟男性又有一些区别 对 对 所以 另外一个 对 我说另外一个共同点 另外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来自 都那么漂亮 都能给我加 加彩啊 对对对 打卡打卡 就solo 对对对 那个 他们都是来自 USC的 那他们有三个片 然后Andy有个片 是吧 Andy 没有 是洛宾有一个片 是吧 未来 那就四个片 然后我有两个片 是我produce的两个片 一个是Black King 这边看不到 另外还有个是 这个片子 这个片子 我看过 我看过 还是不错的 本子还是不错的 所以除了我 这个是 非科班 毕业的 他们都是 我也是 我非科班 我还不是非科班 我是非专业 对对 咱俩都一样 对对 咱俩都是 半路触电 半路触电 不小心触电 给电死掉 对对 那他们都是 你看美国最好的电影学院 USC的那个高材生 那我们来听 他们介绍一下 他们的片子 好吧 就用比较短的 一分钟 或者一分半钟 可以吗 讲一下创作里面 也可以 创作里面也可以 你可以补充 一分钟感觉还挺长的 没事 那就先说一下 就是你这个片子的 一个创作的 首先说一下 你这个片子的一个主题 是什么主题 OK 就是 我这个片子 主要是讲 一个在义乌的 巴基斯坦小男孩 然后 因为 我是出生在 我家乡是在义乌 我以为是巴基斯坦 差点就是 开玩笑 对那边很多 做生意的 对对对 我家乡就跟义乌 就很接近 然后就 也认识 就是会 身边会有很多这种 从外地 或者外国来义乌 做生意的人 然后他们又会 带自己的小孩过来 然后义乌这边 他们的入学政策 其实还是比较宽松的 就是给一些外籍的孩子 可以让他们 上他们的公立学校 然后可以让他们 和给本地人的待遇 和外地人的待遇 都差不多 所以我就觉得 他们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融合的状态 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 不同的文化之间 都是追求着同一个目标 就是经商 但是 但是还是有一个文化的融合和冲突 然后我也经常看到 义乌菜市场里的 比如说阿姨啊 他们都会说几句英文 或者说几句 说几句 就是阿拉伯语 来和当地的那些社群对话 然后 其实跟我在外面留学的经历 也比较相像 因为我就会比较感兴趣 这些人背井离乡 然后出来他们的心态会是怎么样 所以我就把那个眼光 放在一个小男孩身上 然后看他在那里生活 他会遇到一些 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会有一些 他怎么样成长 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是这样子 其实像他这种题材 其实是蛮多的 但是 可能也是因为 他个人的生活的境遇不同 所以他特别接触到一个 在国内生活的 尤其是外国人 尤其是巴基斯坦的小孩 这个巴基斯坦这个地方 说句实话 蛮容易出故事的 他们那些地方 我当时听到你这个 说巴基斯坦男孩 我就想到 是不是巴基斯坦的电影了 后来才看到你的介绍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 如果这个故事 是在美国发生的 他反差反而没这么大 因为尤其在洛杉矶 他这种族群的差异和融入 其实体现这种 太多样了 这种话题的电影 已经蛮多的 那正好可能是因为 他个人的生活经历 这个状况 他正好接触了 这么一个族群 这个反差又比较特殊 所以我觉得 应该还是蛮好看的一个片子 期待 其实大家都说蛮多的 我觉得也挺符合我们这片子的整体的感觉 可能就多补充一点点 就是说确实也是像刚才所提到的 他就是关注一个在中国成长 外系小孩的故事 这个还是 其实还是比较少见的 在国内 因为中国还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 或者比较同质化的国家 就是说 向洛杉矶就移民非常多 但在中国关注 在中国的外国人 就会比较少 那是更有意思的 就是这些外国人 他们也开始学中文 开始在中国上 就是上中国的公立学校 这个现象 还是非常有趣 而且他这个 还有一个差别 就是你比如说 我们去中国的外国人 从哪个地区去的 其实还是不一样 你如果 如果你是从美国回去的话 又不一样 又不一样 他总的话 他是另一种姿态出现在中国的 那巴基斯坦的 巴基斯坦这个国家的国情 又造成了他们的人 我们也有那种刻板 我们也不是刻板 但是确实是有不一样的 这种情况 所以他的特殊经历 造成了他的一个 比较特殊的观察点 我想问一个问题 您这个是纪录片吗 不是纪录片 但是其实片中的小男孩 就是也是我们的主演 是就是我们很多情节 是根据他的真实经历改编的 所以就是说的 那你的拍摄手法 是一种故事片的手法 还是一种伪纪录片的手法 去展现的 整个片子 它是一个故事片的形式 甚至它是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去拍的 也是比较独特的 对 它不会是 它可能就是有两个世界 一个是孩子的世界 可能是一个想象力比较丰富的世界 然后跟现实 可能不完全一样的世界 还有一个就是 一个比较现实的 比较冷冰冰的这样一个世界 就是有这样两个世界 比较现实的 对对对 好那我们听一下黄怡的这个片子 我的片子就是因为发生在洛杉矶 然后是关于一个 30岁的一个女性的一个喜剧演员 喜剧 comedian stand-up comedian 然后因为这个过程不容易嘛 就是在美国要闯出一片天 所以也赚不了钱 就是大众 因为艺术家的生活 是一个华裔 stand-up comedian 是一个华裔演员吗 华裔的stand-up comedian 这个中文我也不太适合 就是脱口秀 脱口秀 对对对对 然后也是一种在这边生活的亚裔的故事 然后他父母可能想让他出去赚点钱 所以他就拿起一份就是Date job 就去到中文学校去了 然后在过程之中 在中文的过程中就认识一个 在青春期比较叛逆 但是喜欢唱歌的女孩 然后就开始了他们两个互相鼓励 互相帮助 先介绍一下黄姨是吧 黄姨 先介绍一下就是你现在在什么 在哪里工作啊什么的 我现在也是有从事编剧的 在一个编剧writers room的工作 所以她本身是已经进入到这个工业体系行业内了 这也蛮棒的 而且她这个题材呢 我们之前其实这个题材 我们之前在以前的几个节目和这个跟哈利 我们也讨论过这个事 就是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华裔 尤其是华裔这些有梦想的年轻人 他进入演艺行业的时候 他的境遇其实是跟美国的这些孩子 不太一样 是有些不一样的 对对 他会可能是因为家庭的传统思想规 给他们一些额外的压力 对 像美国的家庭可能到18岁 你愿意干什么 自己就干什么了 那我们可能碰到很多年轻人 就是背着个背包 就来洛杉矶去寻梦 是吧 家里也可能好几年就失联了 但是作为我们华裔的这些年轻人 在追梦的时候呢 可能要背负家庭的这种 这种压力 各种压力 是吧 起码你得先谋生吧 是吧 先先养活自己吧 这些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文化 像很多像你们这样的年轻的电影人 也是一样有类似这样的压力 经历的压力 对对对 但是这个也不是说一个挫折 也不是太大的挫败 因为你去做其他事情的时候 好像在我这个故事 也会就是也会 从中得到一些灵感 或者从中认识一些人 这是很正面的 对对对 它是特别它有朝着那个目标 但有时候你会动摇 虽然有目标 但因为这些压力你就会 就动摇 但是不要觉得自己没有了 这个梦想了 就是掌握一个好的心 掌握一个好的心态的程度 这样 对 其实我们这次活动 也有另外一层的目的 就是希望 就是说咱们做电影的电影人 能够有机会去展示 各自的那个作品 那同时也是让别人认可 和鼓励更多的人 有梦想去实现他的梦想 对吧 我觉得这样 真的可以相互影响一下 关键也是 就是特别感谢我们那个 忘了贵心 麦克老板 他提供这么一个平台 是可以让 一个是像他说的 给这个社区搭建一个文化平台 另外一个 这个平台对我们年轻 年轻的电影来说呢 是一个互相 能够整合资源的一个平台 就是有 有电影这个行业是 如果你在线下没有接触 你是很难去找到 个志向相同的伙伴的 但是如果没有线上 或者这种 这种形式的这种 就是麦克老板 这种提供的这种形式 你有没有机会去接触到 这种有志同道合 理想的人 所以这种 这种线上线下的这种活动 是要互相配合的 所以我觉得这次是一个特别好的活动 希望我们以后能够 老板能够 麦克老板能够多提供这样的机会 我们肯定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就持续的去做 也欢迎更多能看到 大家这个视频也好 或者说通过其他渠道得到这个消息 你也可以来投你的电影 这个就是还是很开放的 而且我们希望更多的人 能加入我们的这个策划团队当中 看我们是更好 我们怎么要把这个活动做得更好 对 做得更好 然后删意的更多 然后慢慢从我们的华裔 能扩大到亚裔 这样的话我们的影响力就会更大 对对对对 好我们就是刚才是介绍两个片子对吧 两个片子还有一个是蔚来 是也是USC的那个王洛宾的片子 那他没有来来不了 就蔚来吗 对 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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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另外一部是谁的 还有就是四部 Andy Andy有一部是吧 好像也没来 对对 也是讲了一个黑人 那个跨性别的 也没来 对对 也是反正 这个故事我们就 他们不在我们 不在就不介绍了 大概一个学念 大概的 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题材 那我呢 我这两个片子也大概说一下 简单说一下 我幸福的话 是我produce的第一个片子 是六年前了 对六年前 16年 17年出来 那导演也没来 那就是讲的是一个 我们这个片子就在 Las Tunas拍的 Las Tunas很文艺 真的 对 我们这条街很文艺的 我们那个片子 就是拍了三个通宵 就在这旁边的一个 一个按摩美容中心 那个老板也是非常好 他把那个地方借给我们 就是拍了三天 就是他 他收工我们进来 然后我们弄好了 他开工 就是这样通宵三天 拍完的 是讲的一个 就是刚才说的 有点相对 有点 就是以前的移民的 故事 但其实是这种幸福的感觉 那这个也希望到时候来看 这个就 更多的我就不讲了 然后第二个片子 就是Black Key Black Key交给我讲 好 因为我对这个 就是我看完这个 我看完这个片子 他讲的比我好 不是比我好 因为我看完这个片子 我感觉比较深 印象比较深 因为这个片子的剧 不要讲太多 不要剧透 这个片子的剧本 在我来讲呢 我感觉这个片子剧本 在学生创作中 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 因为它 首先符合了 我说的那种 它跨越了 种族之间的这种 隔阂 它讲的是一个 每个人都可以 看的一个故事 那它基本上讲的是 一个错觉记忆的 一个东西 大约是一个 关于感觉 错觉记忆的一个东西 那写这类东西的呢 说句实话 对年轻的导演来讲 或者编剧来讲 是比较有难度的 但是我能看 感觉出 它在写这部 这个剧本的时候 它所具备的一些 雏形的思想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可以说是一个 蛮有潜力的一个 创作者 那我非常喜欢 那有设计了一些 悬念性的东西 和一些人类 人的本身 大脑工作方式的东西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东西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来看看这个 Black Key Black Key 这个Key在什么地方 对对对 对蛮有意思的 稍微补充一下 这个片的话 就是导演在 在国内现在 他是 他是本科学生 就是能做这样的片子 当然 我蛮喜欢的 对 然后编剧的话 是 UCLA的 一个编剧 然后 就确实是 想它是 主要画的是编剧 主要画的是编剧 对 那导演 我自己是编剧 我自己是编剧 他是从编剧角度 也说得很到位 那这个片子的话 也是我蛮值得骄傲的 投入蛮多 就整个过程 我们那个电影节 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完 还在最后的 在持续的获奖 对我们 获了那个 柏林独立电影节的 金熊奖 不是 另外一个 但是是获了 评审团的那个 最佳队 OK 那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然后 希望大伙能够支持 咱们这次的活动 然后我们能够 聚集更多的人 然后我们 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容 是希望能够 给我们这个 年轻电影人 带来更多的机会 和更多的这个 发展方向的 这么一个东西 能够提供更多帮助的东西 是的 我们后续还会有更多活动 让大家能够真的 感谢 感谢那个麦克老板 对 期待期待 感谢 感谢 也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你的那个 年轻的导演 多多支持 然后记住 3月26号 也就是再过几天 今天是星期三 还有三天 对吧 星期六的晚上 对 如果这次太爆满 不过现在 真的是 很多 那 对 我们还会有下一次 我们也会提前预告 那 你如果想过来 看一下 也还是可以 因为我们 账票 账票也还是有 因为我们还有未来 对吧 OK 好 那我们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哭哭哭 不紧张了 我们 对 我们完全要活聊的 根本就没有 没有 连这个都会录进去 对 我们都没有 完全没有那个稿